亲爱的朋友,最近一个很大的消息,那就是世界的首富比尔盖茨,他们宣布离婚 我们许多人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不但是非常的成功 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夫妻也家庭非常的美满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所谓的或许有一些我们也会想跟他一样 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向往我们一生能够成功 成功对这一个美国人的定义 你知道他们也都是盼望能够年薪十万美金 提前退休,也能够美满的家庭 包括也有四个朋友,好朋友,接着房子,车子 可是事实却不是像梦想一样 当然这个跟中国人所谓的五指登科也差不多 但是我们都知道,若是家庭不美满 我们的人生成功的定义就失去了许多 可是你知道这一个离婚最常有的原因是哪一些吗? 根据这个离婚的律师说 夫妻不和 或者是不可挽回的破裂 还有第三者的介入 这是三大原因 也就是所谓英文的三个I 你知道 基督徒也有离婚的问题 或者是基督徒也有同样的离婚率 这个图表里面你就看见 所谓的非基督徒 百分之四十一的离婚率 可是挂名的基督徒 跟所谓的认真的基督徒加在一起 也是差不多如此 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信耶稣是不是能够防离婚呢?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每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不小心 离婚仍然能够造成我们 失去我们一生理想的杀手 你看见年轻的时候离婚率虽然低 可是按着年龄的增加 也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离婚 我们要看见年轻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